進入處當留鑑的高峰期 工期市政府準備好9萬1千塊留鑑業廟 準備在10月1號開始 主業廟的對象獨了完以後的主婚以外 今年收到扣大主婚 先增加6個月來迎幼稚的北部 幼稚園的投业人員以及投业機閣的專業人員 除外 年末65歲 甚至是50至64歲有萬薪高峰險一邊 涉及工期市民眾 可以當時免費接種 肺炎鏈囚菌入鑑 予要勉強擁有接種 醫師出身的市長投身體制度 請上北方 請主委準備在10月分開大 的工費流鑑入鑑 和肺炎鏈囚菌入鑑來代言 因為流鑑和一般的感冒不一樣 團嚴力很強 在市場檢重病發展 這些是希望的風險較大 尤其是免疫力比較不好的頂部 藥鑑和萬薪這邊的患者都是個風險10月 投身體特別好用 每當流行被毒煮都會變症 每當都要煮一間 才能開始保障身體的健康 好用符合組織的民眾要幫忙時間接觸 預防流感的方法就是你要盡量 要能夠常常洗手 那不要用手去摸你的口鼻 這樣的話就比較不會得到感染 萬一你得到感染要趕快戴上口罩 不要打噴嚏咳嗽傳給你的家人或親朋好友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預防的部分 然後如果真的是有流感的話 也要趕快去醫院看 我們現在有課流感 不過最好的方法就是符合我們輸打條件的 這些老人小孩子 留住人上班的同仁等等 要去輸打流感疫苗 流感疫苗的預防效果非常非常好 為了方便民眾接種疫苗 江議市政府為新教特別請合区裡面 五經的大型病院在10月27日進展 在下区開設86長自接種站 來提供接種服務 江議市67間流感服務醫療醫療醫所 也能提供接種服務 10月1日剛好住在禮拜 包括當區和西區衛生所 也特別開設最好的問題 來加費市民 江議市流感疫苗合約醫療醫所 的名字和社區接種服務 10月3日相關的資料 都可以到 江議市政府為新教的網站 10月查順 西新新聞 頂著臉 鄧小帥 家議市 蔡宏博德 11月39日 20月1日 10月2日 還有 Lower 试音 10月1日